艺人NONO遭网红 小红老师揭发性情丑闻 但其中两名女子指控 NONO强制猥胁的部分 阴查无犯罪嫌疑 士林递检以罪嫌不足等理由 予以不起诉处分 对此小红老师发文表示 相信台湾是个法治的社会 切莫姑息养奸 只想让曾经伸出魔爪的人受到惩罚 同时也贴出了跟被害人的对话记录 强调会作战到最后一刻 艺人NONO遭网涉嫌强制性交等罪 还在法院审理中 但被害人恐怕还不止这些 另外两人也告他强制猥胁 之前检方症结不起诉 申请在意后 5号检察官在以罪嫌不足等理由不起诉 当初的吹哨者小红老师 第一时间发声表示 忠心的希望能合并侦办此案 相信台湾是个法治的社会 切莫姑息养奸 这两案相信检察官已经尽力了 只想让曾经伸出魔爪的人受到惩罚 让后来的演艺圈新人不用再遭受这样的恐惧 小红老师同时公布和被害人的对话记录 写下第二次被判不起诉了 只能说这几次下来真的是精神折磨 一次次一幕幕的回忆 那些令人窒息惊恐的画面 会全力以赴跟大家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 可以借由申请在意的方式 让检察署再次评估是否有调查不完备 而需要重新调查案件的情形 市令地结束表示 两人受到不起诉处分输后 10天内还可申请在意 但对他们来说 想透过司法严惩加害人 恐怕还是条漫长的路 记得超会周中林台报道